从荒院回府的路上 几人在城门边上的小茶滩喝茶 圣乾宇目光随意朝四处看 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圣乾宇猛然起身对喜酒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 话音落地 圣乾宇起身朝那人影追了过去 若是没有看错 那人就是给圣运城和莫婉纯传信的张朝 如今三个月已经过去 张朝却依旧活着 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朱雀令的下落 想到这里 圣乾宇的脚步更加快了几分 一定不能让圣运城拿到朱雀令 圣乾宇一路跟着张朝的踪迹 喜酒追了上来 拉住了圣乾宇 小姐这人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不能再跟进去了 圣乾宇心急地甩开喜酒的手 朱雀令如果被圣运城提前得到 到时候就算是殷运城 恐怕也不能控制局面 其中厉害 你应该清楚 你在这里接应我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我会给你发信号 你找殷运城过来救我 说完急匆匆地追了上去 看张朝和圣乾宇的身影在眼前消失 喜酒犹豫地跟了上去 被荆棋藤挡住的一张警告牌上 赫然写着先红的几个大字 误入灵中有的狼 喜酒眉头深深地拧起 红狼之下还是在原地等待 圣乾宇拿出手枪 谨慎地向前走 张朝有问题 他自然知道但机不可失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一而再地跟踪我 人影一闪 张朝出现在了身后 圣乾宇皱起眉头 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他知道自己之前跟踪过他 那之前他跟孟婉纯的话 难道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吧 我只是看你鬼鬼祟祟很可疑 所以才跟了过来 怎么你倒知问起我来了 张朝打亮着圣乾宇 拧了拧眉头更加疑惑了 气质样貌完全不同 这似乎并不是他 张朝眼底闪过一道寒芒 冷冷开口 不管你是不是 既然跟来了就别想活着出去 说话之间 把剑朝圣乾宇刺了过来 轰了一声 圣乾宇毫不犹豫地开出一枪 打在了张朝的左臂上 张朝一声惨叫 手中的剑掉在地上 惊恐地瞪着圣乾宇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器 这到底是什么 你是自己说 还是让我帮你 圣乾宇唇叛勾起一抹笑 一步一步逼近 张朝惊恐地后退着 你 你究竟是谁 你现在没有资格提问 随着话音落地 又是一声枪响 直接打中了张朝的右腿 惨叫声响撤了整片树林 这时 林中传来一声野兽的吼叫 圣乾宇猛然停住了脚步 即便张朝就在眼前 也不敢贸然向前了 因为他看到树林中 走出一头毛色厚重的灰狼 圣乾宇看到那狼的瞬间 双腿刃不住一软 这你妈哪里是狼啊 吓死老狼了 好想跑 可现在好像没有逃跑的余地 他要把张朝带回去 这个人很重要 圣乾宇压下心底的恐慌举起枪 张朝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乖乖跟我走 我或许考虑留你一条性命 你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今晚便烤全狼 张朝靠在灰狼身上 给自己包扎折穴嘲讽一笑 可真是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就凭你 小灰咬死他 张朝某中灵光乍现 抬手对灰狼发出讯号 话音落下 灰狼嚎叫一声 凶狠的张开獠牙 一个猛跃起身 朝圣乾宇扑了过去 圣乾宇快速躲闪 心中思量 手枪恐怕不能将他一击毙命 反而可能会激怒他 转身目光落在张朝身上 不如趁灰狼离开 直接将张朝带走 灰狼似乎也感觉到了 圣乾宇的动作 猛然转身 再次朝着圣乾宇扑了过来 圣乾宇侧身调转方向 离开灰狼的攻击范围 躲到大树后面 伸手朝耳后摸去 从空间取出了一只马嘴枪 看来只能先解决这大家伙了